联邦政府三年前起诉国家养牛中心追讨拖欠的二亿五千三百六十万令吉案件有了最新进展 高庭今天同意展延审讯到五月十七号 让国家养牛中心和政府协商是否要庭外和解 高级联邦律师诺哈菲扎今早在吉隆坡法庭外接受访问时透露 高庭原定今天传召国家养牛中心主席 也是案件第二答辩人拿都莫哈莫沙烈出庭共证 不过答辩方要求展延审讯商议和解 高庭同意答辩方的要求 但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庭外和解 五月十七号将会继续审讯 目前案件已经传召了八名证人共证 联邦政府2019年六月起诉国家养牛中心 追讨对方拖欠的贷款、年利和逾期罚款利息 莫哈莫沙烈也是巫统妇女组前主席丹斯里沙利扎的丈夫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